欢迎回来 这里是充长普拉斯的城市中国系列第17期夏集 我们继续来聊《九龙寨城》 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小说《白经》里说 在一个看不到规则和道德约束的世界里 所有人都将走向自以为是和自我毁灭 然而九龙寨城却演变成了一个意外 它充满希望 成为了承载人誓死守护的守望地 1962年 港营政府针对九龙寨城制定了一个计划 在计划中 港营政府决定把九龙寨城向西边扩张 并打算在扩张的过程中 钦差贫民窟 然而还没等计划对外公布 就走漏了风声 听闻消息后的寨城人顿时群情激愤 组成一队人马准备死守家园 当年3月 反对者组成反对钦差委员会 并派代表前往北京 请求政府帮助 在听闻此事后 中国外交部部长马上召见了英国驻华代表 并责令英国政府及港英政府 立即撤销拆迁九龙寨城的决定 同时立即停止任何有关拆迁的行动 另一边 直指九龙寨城拆迁计划 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 之后 由于中英政府的决力 九龙寨城拆迁计划 更是占据了全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 舆论风暴随即席卷而来 为了避免事件再次扩大 港英政府选择了让步 钦差计划暂时告一段落 此次港英政府的失败受挫 意味着反对钦差委员会大获全胜 这让这些自救街坊信心倍增 决定将临时组成的委员会 变成一个常设机构 1963年5月左右 度过灭城危机的初创人员 召开了第一届委员会 宣示就任典礼 正式成立九龙寨城 揭放福利事业促进会 在当时 促进会担当起房产买卖的建政机构 也在一定程度上 负责起九龙寨城治安的维护工作 居民要在这里居住 必须向促进会交现金 之后在一张纸上盖上印戳 纸上有买方、卖方、交易日期、单位价格等 被称作房屋买卖的交易凭证 但由于没有法律认可 所以房屋买卖 还是全凭居民们的相互信任 但按促进会的规定 只有有了这张纸 才能正式成为城寨的一份子 为了维护治安 他们还组建了一支义工队 负责轮流巡逻街道 主要的工作就是看到火星及时扑灭 城内如果发生案件 义工队也会为警察提供线索 帮助破案 平日里 促进会还会帮助解决邻里街坊的纠纷 举行清洁运动 谁家有困难 还会组织筹款活动等 福利事业促进会 实际上就是寨城里的自治政府 在促进会的管理下 这个制度缺失的真空地带 居然最终得以正常 平稳且良好的运转起来 九龙寨城 纵横交错有二三十条街道 城内主要的街道一共有八条 南北走向的主街 有龙城路 光明街 老人街 大井街和西城路 东西走向的主街 有龙金路和龙金道 其余如同毛细血管般 穿插在城里的街巷 则都有主街道衍生而来 这些街巷全部都很窄 有的更是只够一人侧身通过 但和暗无天日 雾泥浊水相反的是 越往九龙寨城的中心走 视野会越开阔 道路会越明亮 空气也会越干爽 这是九龙寨城人 自留的一片净土 清朝时期 那里是九龙寻检四衙门 到了现代 寨民们则把它变成了老年院 和青少年活动中心 平日里 老人都会去到那里 坐在竹灯上休息 沐浴午后阳光 青少年去到那里打平凡球 玩玩具 看图书和下棋 畅快玩耍 要玩哪样 只要向那里的工作人员 进行报备登记 这不是九龙寨城 唯一一处生机而然的地方 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 旱道中依然有麻将声传出 楼中歌笼里 赛歌也整日提叫 天台上 小孩的嘻嘻打闹 从不间断 由于朝夕相处 九龙寨城的街坊 就像是一家人 谁家里有红白室 街坊都会主动来帮忙 谁家的小孩放学后 家里大人还没回来 街坊们会主动邀请 来自己家吃晚饭 平日里 黑帮和普通居民 也逐渐划清了界限 黑帮主要在东区活动 居民主要生活在西区 帮派与帮派之间 经营自己的势力范围 保障自己区域内的秩序 彼此之间互不干涉 秩序的维护 就是靠收保护费 根据九龙寨城的居民称 黑帮收保护费的方式 也比较文明 过年的时候 他们会去到住户家门口 表演舞狮子 一边表演 一边说着恭喜发财等吉利话 看完表演之后 就要给保护费了 一般来说 保护费按年来收 并且收费标准也不一样 标准按照每家每户的年收入来 家里要是开诊所 开工厂 那收费就高一点 如果是普通打工的 还是上有老 下有小 就收费低点 当居民交了这笔钱 实际上就表示 处在黑社会的保护之下了 当遇到困难的时候 在当时 由于那里的地租便宜 物价便宜 人口众多 还不用交税 九龙寨城成为了社会底层的创业天堂 在九龙寨城里 最多的是牙医 他们来自内地或者东南亚 拥有家乡认可的行义执照 但却不被港英政府认可 重新学习英语考取执照 花费的时间太长 这些谋生计的人等不起 更重要的是 在寨城开业还无需纳税 这种情况下 九龙寨城里 一家一家的牙医诊所开张营业 寨城北的东头村道 更是形成了牙医条街 而当时 中国香港的公共医疗还未普及 牙医诊所服务紧缺 有的诊所只开设止痛 和患牙两项服务 并且平均每周只开放一到两天 九龙寨城牙医诊所 正好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当地居民看牙紧缺的难题 高峰时 每天都有两到三千人 来到寨城的诊所就医 并且 在九龙寨城看牙的价格 还比市区便宜近一半 城外的一些有执照的牙医 也把制作牙膜 甲牙等工作承包给他们做 到九龙寨城清拆前 寨城里共有87家 无牌经营的牙医诊所 63家无牌医务所 寨城里 第二多的就是家庭手工作坊 其中最多的是食品加工厂 这些工厂不仅服务于城内居民 还会把产品销往全港 龙金道和老人街交界处 有一条小路通往九龙城 有个大审黄昏时分 就会出现在路口 百卖承寨制的波仔糕 一个八毛钱 最出名的一家面粉厂 在其全盛的日子里 每天可以生产1000张面饼 鱼蛋工厂则集中在光明街 其余的分散在大井街 龙金路、西城路等 最多时期 鱼丸工厂曾达到60余家 当时香港有八成的鱼丸 都来自九龙寨城 除了上面所说的 城里还有饼店、烧腊店、肠粉店 牛肉丸店等 各种各样的店铺工厂 之后香港制造业快速发展 城内房租便宜 一些城外的小型加工厂也搬到城内 流水线运转下 到1983年 整个九龙寨城共有工厂600余家 从这些视角望去 九龙寨城到处朝气蓬勃 在连蓝天都望不到的缝隙里 这些琐碎的生活日常与买卖营生 看起来与整个香港无异 但事实上 九龙寨城外 却早已是另一番田地 那几年香港的经济与文化齐飞 一度跻身亚洲四小龙之一 辐射范围远超亚洲 繁华的尖沙嘴车水马龙 耸入云霄的大厦临此至笔 每到夜晚 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交相呼应 人们夜夜声歌醉声梦死 对比之下 九龙寨城活动中心的那一小片阳光 就显得更加残破了 1975年 根据香港机场障碍管制条例的规定 九龙寨城内两栋新建立的大厦 超过了条例规定的安全高度 并且未止距离起的机场航道过近 严重影响了飞机的起落安全 为了保证飞机起飞的安全 港英政府认为 这些过高的建筑物必须削减一部分高度 从此 九龙寨城停着野蛮生长 14层楼高成为了绝唱 然而 正当九龙寨城人 以为可以过上几天安稳日子时 一个致命的打击出现了 1984年 中英两国的一场会议 决定了九龙寨城的生死 当年12月 中英两国签订中英联合声明 处理香港问题 九龙寨城也成为这次谈判的其中一环 在当时 中英双方都打着自己的算盘 中方认为 与其等到香港回归后进行改造 不如现在就由港英政府处理 免去一块心病 而英方为了清除城市建设的击毙 营造繁荣景象 塑造从香港光荣撤退的印象 也急于改造九龙寨城 尽管中英双方都有自己的想法 但都共同指向了九龙寨城 必须清拆 在这一点达成共识后 中英双方再次进行了谈判 谈判围绕着如何审查寨城居民 商家的业权及资格 如何安置4万名寨城居民 如何统筹拆成行动与步骤 以及拆成后 余下的3万多平方米面积的 地皮用途等问题展开 多轮谈判下 1987年1月14日 中英双方达成了拆除城寨的协议 决定在九龙寨城原址上改建公园 并发布对外公告 抑制公告解决两大政府间的心头大患 然而 九龙寨城却只能任人摆布 风雨飘摇 为了快速清拆 就在公告下发的当日 360名房屋属辽武管制和清拆组人员 与人数大致相等的警察们集合在一起 寨城内的83个出入口被封锁 管制和清拆人员以6人为一小队 每组由一名便衣警察陪同 开始收集城寨内所有居民的资料 在第一天挨家挨户的访问后 清拆小组共登记了来自5116个家庭 共19006人的信息 还有22户拒绝透露任何有关自己的资料 第二天 资料全部搜集完成 经统计 九龙寨城共有33000多人 其中包括在城寨工厂 住在其他地方的人 赔偿方案也在两个政府间的商讨中被定下 根据以往的政策 入住公共房屋的条件是 大部分家庭成员 必须在香港连续住满7年 并于1987年1月14日当日 即自该日起 一直是在债城居住的真正居民 才有资格获得安置 符合上述条件的同时 家庭内至少有两名有亲属关系的成员 可选择以优先资格 购买居者有其屋计划的房屋 也可以利用自治居所贷款计划 申请贷款购买私人楼房 而那些不符合上述资格的居民 会被安排到临时房屋居住 并且所有自住或非自住业主 都会获得根据房屋 公平市值计算的赔偿 另加自治居所津贴 帮助他们另购房屋 由于九龙债城没有房企 所以房屋也不会按照工厂 还是住宅等来区分 而是统一处理 但商业和工业房屋的合法债用者 可以获得法定补偿和特惠津贴 比如债城著名的无牌牙医 牙科诊所店主 住诊人等 会有特殊补偿方案 一次性发放34万2000元港币 相当于月薪9500港元的牙医 和牙科技术人员三年的工资 经统计 九龙债城内有两岸8200名居民 需要解决安置和补偿问题 但在当时真正实施起来后 港营政府发现之前的摸底工作 高估了业主的数量 所以作为业主 可以得到比原先估价更多的补偿 许多人趁机买房片补贴 狠赚了一把 与此同时 原本的业主也向这些人 收取多达7000到8000港币的插号费 作为允许他们在自己单位内 加盖新单位的条件 在当时 港营政府为避免这种现象 会定期定时进行检查 他们会搞突然袭击 比如半夜闯进居民的房间里 看是否有人睡觉 或是检查居民的居住空间内 是否有牙刷 衣柜等生活必需品 但金钱的补偿 难以盖住失去家园的痛苦 1991年 在政府一系列的动员工作后 96%的债城居民 接受了政府的补偿 商户方面只有51%接受 然而港营政府没有给 也没法给这些人缓冲的时间 政策大锤就如约而至 1991年11月28日 港营政府按照原计划 正式实施了第一阶段的倾差工作 当天清晨6点 150名男女警察 封锁了债城西面的主要出入口 两个小时后 负责债债城的人员进入债城 为了守护自己的家园 债城居民在九龙债城外 贴满了抗议横幅 比如 坚决要求港府审判土地征用的负责人 损害城寨居民的犯罪行为 居民不敢想优惠 不敢想改善 不想发财 只求在原有基础上继续生存 在城寨内 多名拒签居民私售房屋 一位牙医 把自己和三个煤气罐绑在一起 宣布要和债城 以及政府官员同归于尽 更多的居民在铁门外 挂上了重重的铁锁 在当时 为了按计划实施清拆 警方采取了强拆行动 并派遣了百人机动部队封锁城寨 破门入屋 抬走留守市民 此后11个小时的时间里 多名居民被抬走 最终政府一共收回49个房屋 但抗议还在继续 当天晚上8点 大约30名示威者 在港都府外搭帐篷通宵抗议 随后几天 这些人又去到了跑马地新华社 中环不正私属等地方 静坐抗议 但这些行动全都没有奏效 1992年1月8日 在抗议生中 第一阶段清拆行动正式完成 第二阶段的清拆行动正式开始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清拆行动顺利进行 然而 在1992年3月3日 继清拆行动第二阶段的最后一天 现场突然发生爆炸 爆炸物来自一间即将被拆迁的空房 它是由四个巨型爆竹制成的土制炸弹 爆炸炸毁了一面英国国旗 另一面中国国旗躺在地上 所幸这次爆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抗议活动还在继续 1992年4月7日 有居民拿着砍刀冲向了清拆官员 之后 港英政府加强了警力 一度派出5000名警察 1992年7月1日 九龙寨城所有居民全部签出 清拆之后 债民大多搬迁至附近刚刚建成的公共屋村 剩下的人 要么买了香港居者有其物的屋苑 要么自行解决 1994年4月 清拆行动正式画上句号 从此 维系了三二人生产生活的九龙寨城 变成了一片废墟 多年过去 尽管《九龙寨城》已经被夷为平地 但关于寨城的影像作品 却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 一批香港电影 如《欧际三合会档案》 《十月围城》 《追龙》 都有《九龙寨城》的影子 著名香港导演杜琪峰 他的童年就在《九龙寨城》中度过 并以此为背景拍摄了《龙城岁月》 周星驰的电影《功夫》中出现的《猪龙城寨》 也是对《九龙寨城》最大的致敬 上世纪70年代 常有开戏公告 在城中的洞天饭店中贴出 那时常有一群未成名的演员 蹲在楼梯间盯着墙面等着开工 影帝周润发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 而在中国香港以外的创作者眼中 他的建筑风格和存在背景 极其符合赛博朋克的内核 颓废 叛逆 反权威 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之下 掩藏的阴谋和罪恶 以至于一波波的流行文化作品 把他当作灵感的黑土地 从中汲取养分 赛博朋克电机人之一 威廉·吉布森 把《九龙寨城》写进了自己的 《旧金山》三部曲之中 在那里 《九龙寨城》 化身为一个名为暗城的 无网络管制的黑客 御宅族和极客的天堂 攻殼机动队 银翼杀手 蝙蝠侠侠影之谜 《生化危机6》等影视作品 都出现过 以此为原型的背景空间 在这里 《九龙寨城》 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天堂 寨城 那不见天日 摩肩接踵 摇摇欲坠的楼宇 忽明忽暗 阴晴不定的霓虹灯火 野蛮生长的街巷里的三角九流 都透露着漠视狂欢的气息 而正是这种野蛮生长 才孕育了活下去的希望 1994年8月 在《九龙寨城》的原址上 《九龙寨城》公园俊宫 那里环境清幽寂静 人烟稀少 树木葱葱 只见绿色 不见灰楼 园区内也只有少量文字 记载了原来这篇土地的历史 但拜流行文化所赐 《九龙寨城》 有幸作为人类文明的精神遗址 永久留在文艺作品中 也正因如此 我们才得意在摇摇欲坠 拒绝而行 脆弱又坚韧的云云众生身上 窥测到人类的浪漫与自由 科幻于未来